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中我的眼皮 轻松地闭起来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服地做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完全 放松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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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感觉 没有勉强的 如果我们感觉这样做 虽然 虽然还没有得到什么快乐 但是最起码的我们感觉 不苦不乐 这个不苦不乐 这个不苦不乐的感觉 就是轻松舒服快乐的基础 所以静住 所以静住都没有给自己要求什么很难的苏醒 我们现在只是来做着休息 来放松 我们一整天都在忙着忙呢 现在就让我们的身心 现在就让我们的身心能够真正地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调整身体 我们来观察 我们来观察 来调整我们的身体 从头顶到脚底 我们的身体 扫描一遍 扫描一遍就好 哪里 有出现种种 紧紧的感觉 我们就调整 调整 把它放轻松 静住 静住 静住的核心 就是 十八字 静住 所以我们一起来调整 所以我们一起来调整 我们一起来调整 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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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脸上的肌肉 会跟着 放轻松 合上双眼的时候就是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在面前的画面 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一点点的光线进来 这样就可以 鼻子也放松 两边的连结也放轻松 进步 哪一位正在低头静坐的话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低头静坐 会让我们容易昏沉 容易打瞌睡 我们调整一下 领侧 肩膀 我们的手部 胸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脸部 脚 大腿 小腿 食指 脚趾头 都完旋 放轻松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 调得 恰如其分的话 自己就会感觉 好像我们的身体 好像我们的身体 会慢慢的消失 慢慢的融化 更糟糕 更糟糕的环境 融合成为一体 感到轻松 自在 然后我们来 深呼吸 两三下 让我们的身心 更加轻松 我们来 又深 又长 然后再慢慢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再一次追深 追深的吸气 然后再慢慢的吸气 深呼吸 深呼吸 有一个很奇妙的功能 它可以把我们 里面的那些重重 那些压迫感 都可以把它排出来 都可以把它排出来 我们试试看 再一次试试看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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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 因为我们内的唱会 것은 events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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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n 我呈现感觉我感觉 感觉 然后接着我们来解释看看 现在自己感觉好像我们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在这里我们可以完全地放下所有的念头 无论是我们所有的挂爱 一切的风担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 所有的念头也放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把过去的念头都忘掉了 未来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再去担心了 我们现在全部都放下来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念头都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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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念头,然后把心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 身体的中央点这里是我们心意的家,在这里可以完全放松。 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地扩展,扩大。 感觉好像在这个黑暗的宇宙,现在我们自己是最亮的。 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自在的感觉。 又自在,又明亮。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跟着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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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大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停 再扩大 到许言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力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 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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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 也愿我们只教善友 没有教任何损友 远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 愿我们 人才能力才能力才圆满 方便修工的波罗蜜 也愿我们 也愿我们 圣证之佛陀 每一尊 每一尊 毕之佛 每一尊 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 每一位法身法门道师 有龙部祖师 拥抱他们 是有法圣师父 在老奶奶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信 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回信 给我们在过去 曾经冒犯过的众生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 方位上得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 呼吸随喜功德 我们昨天有谈到个案研究 昨天的个案研究 是谈到个案研究主人的儿子 一开始他的个性就是 算是很差的 也就是说 他喜欢跟人家打架 又吸毒抽烟喝酒 但是后来他有机会来接触到法圣事 他就来当义工四年 来当义工四年 还有可以出家 一个雨季安居三个月的时间 看起来好像他的生命会越来越好的 不过到后来他出来工作 做生意 又遇到很多客人 也要回来喝酒抽烟 然后遇到一些生命的障碍 遇到生意的困难 自己好像四面八方都是黑暗的 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就 自杀 喝毒药 自杀 然后我们昨天看到他堕落到阴间那里 我们今天就继续听了 他后来的生命是怎样 他在阴间那里 他被折磨的方法就是 会有很大的器皿 里面就是装满了 这个毒性的元酸 然后他看到了 就会想喝 有这种念头 先喝这个毒性的元酸 那当他喝下去了 就感觉很痛苦很痛苦 痛苦了之后会怎样呢 到最厉害的就昏倒了 那直到昏倒了之后呢 就再一次醒过来 然后呢就坐下来 好像很难过很寂寞的样子 不知道要做什么 如果那个时候这个器皿又出现 装满了这个毒性的元酸 又再一次喝下去 就这样重复重复重复 在佛日的时候 大家应该记得 如果是在大佛日的时候 在阴间那里会停止 折磨众生 对吗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把功德回献给 在阴间的众生 他可以收到的 不过在这case 很特别 虽然家人亲戚 都修功德 把功德回献给他 但是他却没办法 受到的 没办法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心还很浑浊 而且他受到那种 身体的痛苦 他的心很浑浊 没办法接受到 人家回献给他的功德 所以功德就一直在等着 等着机会来回报 但是现在都没办法 帮助他 什么业让我儿子 今生喝毒药自杀 我怕回答说 有两个业 同时来报应 就是过去的业 跟今生所做的业 我们先谈过去的业 他身为销售农产品的老板 他很会做生意 一开始他是生在中等的 家境家庭 也不算是很有钱 不过他头脑很好 他知道怎么做买卖 而且他有设定什么目标 他就想说 我一定达到那个目标 一定要达到这个数字 一定要成功 就一直想 然后呢 后来他也做得到 直到后来他就当了一个富翁 在生意方面算是成功的 有一天他就想说 我该怎么办才能够做 赚更多的钱 他就把自己赚到的钱 拿来给人家贷款 来贷款的人呢 当然他们生命很辛苦 需要用钱嘛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钱拿给人家贷款 来贷款的人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准时还钱 第二种就是不准时还钱 第三种就是不只是不准时还钱 还觉得钱不够 又再一次回来跟他贷款 三种人呢 那当他发现 有的人没有办法还钱 他就去跟他们讲 跟这些债务人讲 你们呢 贷款却没有办法还钱 那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或者有的人 本来借来 本来就已经有贷款的 但是还没有贷款 又回来借 又回来贷款 另外一笔钱 他就会说 旧的还没有 那你还敢来借 来贷款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就常常用这种话 跟人家讲 莫格在乌人呢 因为他受到很大的压力 而且听到他讲的话 吃到他的心 真的去自杀了 真的去自杀了 所以这个业 就是口业 过去之业加上今生之业 让他找不到什么解决的方法 就喝下 都要自杀 而这今生自杀的业 也会延续到下一生吗 那你们认为呢 我怕说会延续到下一生的 不过不止是一生 还有很多生的 这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们本来想自杀的人 他们就想说 我已经遇到了很痛苦的生命 那我死了之后呢 我应该可以解决 本来遇到的问题 但是他不知道 未来的问题 比现在的还要多 很痛苦的 解决的方法 那么先建议就是说 那让家人呢 要躲进座 心越近越定 然后把功德回线给他 更有力量的 我们刚才讲说 用一般的方法 回线 他还没办法 接受到 但是如果心 够静 够定 那个时候呢 他可以接受到功德 如果能减轻 笼罩心的业果的话 那个时候 他再次 所修的功德 会有机会 回报 大家还记得吗 他修了什么功德 当一公四年 还有出街 一个雨季恩惧 对吗 那个时候 功德就会有机会 回报 他可以转世到 天界当天人 不过 龙婆 也跟研究主人 讲说 他的儿子 如果有机会 再一次生而为人 他也要积极地 修功德 波罗密 要去劝请人家 来修功德 比如说 出街也好 来修功德意的功德 也好 而且自己也要静坐 不只是要一般的静坐 要静坐 直到正路内在法身 而且要去学习 法身法门 在那个时候 才可以真正地解决 自己所做的业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人再一次生下来 记忆力怎么样呢 我都不见了 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危不危险 危险 所以我们看 过去的业 比自己又在做新的业 变成这种循环 很危险的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 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千万不要自杀 大家也要去宣请 也要宣 其他人 就当他们的善者是遇到什么问题 慢慢解决 还有呼吸 就表示还有机会的 今晚 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与快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的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